哈喽大家好 我是Alice 欢迎关注美国地产资讯 根据CNBC网站9月份的一份报道 曼哈顿今年8月住宅销售合同下降了31% 而郊区和佛罗里达州的房屋交易激增 这表明从纽约市 尤其是曼哈顿向外谦虚的趋势一直都在继续进行 根据一份报告显示 8月份曼哈顿共有585份公寓和合作公寓的销售合同 而一年前是848份 高端住宅的降幅最大 超过400万美元的公寓和合作公寓的合同价格最高下降了44% 其实从2018年开始 纽约州和地方税收减免政策改变后 纽约富人就开始逃往了佛罗里达州 冠状病毒的大流行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透过4个月 高端住宅 全国的高兴 热约10有收获 4个月 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